春元抢走四郎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 原著中这些细节也许能告诉你答案 在春元出现之前 怡修和四大爷还是恩爱的 没有太深的感情 只有正式联姻 但是当年的四郎对怡修呢 也算是柔和亲密 要不然他也不会对一双镯子留恋这么多年 这对玉镯 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 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 焰如此环 朝夕相见 春元的出现充满了巧合与命运感 本来太后就防着皇上和春元相见 因为他早就料到四大爷会对春元动心 这说明春元本身就貌美无比 根本不需要对四大爷刻意勾引 但怡修怀胎以后 想着在嫡姐面前好好扬眉吐气一番 就故意叫了姐姐来宫里探视 迪姆看他这么嚣张 直接给春元盛装打扮了一番 让他在皇帝面前转足了眼光 四大爷对春元一见钟情 从此俩人迅速坠入爱河 原本怀胎的主角怡修 反而成了姐姐和丈夫配中的一环 不过春元除了美丽单纯善良以外 几乎就没有什么长处了 他不会算府里的账本 也看不明白嫔妃之间的勾心斗角 长日里的生活 除了琴棋书画就是风花雪月 就连太后都感叹 春元确实不适合当一个皇后 但对于皇帝而言 他就是完美的白月光 这样看下来的话 春元闯入王府夺走四王 其实是怡修和嫡母赌气的结果 毕竟他除了美貌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做皇后的准备 真正要尊宠做皇后的人 要么是梅庄这种百般修炼 拥有一身本领和气质 要么就是华妃遗修之流 通过星际算计来打败其他竞争者 但这些技能春元都没有 他甚至连基本的雌镜都不懂 和公嫔妃说起来 他几乎就没有差评的 不过后面春元与四大爷的热恋 倒更像是顺势而为 毕竟四大爷当年也是年轻英俊有才华 单纯的春元遇见一个灵魂伴侣 很难不心动 不过他如果真的懂避嫌 应该是会像玉长那样 不管四大爷追的有多紧 他始终是不为所动 春元死前最后一句话 其实不是委托四大爷善待遗修 而是直直的看着遗修 无声的说了一句对不住 他虽然本意并非如此 但他确实夺走了遗修生命里的光 可命运难为 所有的愧疚 最后只能化作一句对不住了呀 静飞前期折服的原因 你真的看懂了吗 静飞在宫里当了半辈子隐形人 却在好大儿静王一句争处的决定之后 把一手烂牌生生打出了春天 从默默无闻的静贫 一路升到了太后 他的女子生存图鉴可是不容小觑呀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 静飞早期的陈继 绝对不是对后宫欺压事件的逆来顺受 他当年阴差阳错被林谢 也就是梅长苏亲爹救下 为了报恩 他自请进宫给林谢的妹妹陈飞 调理身体 在皇宫里一来二去 他就被梁帝这个老骰迷给看上了 可当了嫔妃之后 很多年来 静飞一直都是不受宠的小偷名 别说被梁帝召见了 就连话都不一定能说上两句 难道是因为他太普通 不受待见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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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面静飞的上位之路可以看出 他完全有资本 有能力争宠 贤其的明哲宝身 其实另有原因 当时后宫里皇后地位尊贵 月贵妃又受尽宠爱 这两大巨头 人手一个好大尔 都想当梁帝的接班人 恰好静飞手下也有一个好大尔 他要是争宠的话 难免会引来皇后和月贵妃的仇恨 除了月贵妃和皇后 静飞其实对梁帝更为防范 当初梁帝公雀和林谢 一起出生入死 整个天下都打了下来 可梁帝当上皇帝以后 开始变得越来越猜忌 在谢玉和夏疆的挑拨下 多疑的梁帝直接受益 灭了林家赤眼君 皇长子被刺死 就连陈飞也选择了自枪 有点像隔壁四大爷 和年庚瑶那意思了 静飞作为林谢故人 亲眼看着林氏满门被灭 自己又没有任何家事被顶 在后宫生存必须谨小慎微 否则被人家抓住一个 叛军余孽的罪名 一梁帝的脾气 指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不过在梅长苏出现之前 静飞的摆烂生活 其实还取决于静王的态度 静王看着林氏被陷害 却又无能为力 自己也不善全谋 不愿意去朝堂尔虞我诈 所以几乎没想过夺敌的事 儿子都摆烂了 起码也就没必要赶鸭子上架了嘛 而在静王决定夺敌之后 静飞鼎立之时精密布局 一步步把梁帝紧紧抓在手里 成为儿子夺敌之路上最神的助攻 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让梁帝请起中年的静飞 撩汉手段有多高 静飞正宠呢 属于润物戏无声的那种类型 在后宫沉寂十几年 动一动手指就让梁帝走向了他 等皇后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梁帝的心早就已经被静飞攥紧了 这撩汉手段 咱可得好好分析分析 那天下午 梁帝在后花园里瞎溜达 因为闻到了静飞院里的药香 自然而然的走进了他的纸罗宫 这剧情看似顺利成章 其实每一步充满了刻意而为 当时玉王和太子在前朝斗的炮火连天 在秦般若的建议下 玉王引爆了太子的私炮方 导致大量无辜百姓非死即伤 太子本来就落于下风 现在直接被罚了禁足 可前朝的事情还没收拾好 这么一闹腾 搞得梁帝心烦意乱 这才来到后花园想散散心 而后花园这条路呢 梁帝走过无数遍了 别的时候都没事 偏偏就在烦躁的今天 闻见了清新的药香 这种巧合概率 都能去买菜片了吧 等梁帝到了宫里 十几年没有面胜的静飞 没有一丝的慌张和意外 还有条不紊的给梁帝宽衣 先自配要伺候他推拿 怕时间长了梁帝口干 还特地准备了药茶 这么齐全的准备 上一次见到 还是在隔壁孔嬷嬷身上 现在还说是巧合 就说不过去了吧 敲开副宠的大门以后 静飞又充分利用 自己医女的技能 给梁帝调理药膳 给他按摩身体 睡觉的时候呢 还会点个安神香 完全化身为梁帝的 健康管理大师啊 这时候梁帝环顾后宫 皇后端着架子 看谁都不顺眼 岳贵妃联合太子 舍弃郡主 不是啥好银 只有静飞安分收集 还能把自己伺候的叔叔夫妇 简直就是后妃典范好嘛 别说皇帝了 要我我也选静飞啊 这招以己之长 功比之短 又不争不强 以退为进 让多疑的良帝 死心塌地的 住手在他宫里 真是妙啊 不过他得冲以后 三言两语 扭转朝堂局势的技能 更是精彩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狼牙盲辅助天花板 静飞是如何打出超神操作的 当初摆烂的静王 突然回家说自己要夺敌 静飞听了以后 不仅鼎立之时 还化身为他的神级辅助 静王在前朝厮杀 静飞就在后宫偷家 虽说有梅长苏坐镇 但要是没有静飞 静王这个铁憨憨 还真不一定能成事 就比如说 豫王离间静王和梅长苏那次 静飞其实已经看出来 里面有猫腻了 但他还是等事发之后 才智取孤女小心 一来呢 由当事人解释案情 可以更好地化解矛盾 二来也让静王长个记性 让他能在绝谋中成熟起来 这么长远的眼光 恐怕梅长苏都要说声佩服 不过静飞辅助静王的更大输出点 其实是在梁帝身上 自从梁帝跟着那一缕药箱 来到纸罗宫以后 他就已经被静飞拿捏在手里了 身为皇子亲妈 静飞难免会被梁帝 问一些皇子争斗的事 这时候静王是享福还是下狱 可就全靠静飞一句话了 梁帝来到静飞宫里 被人家伺候得舒舒服服 心情舒畅了 他就开始跟静飞说 以后会善待静王 战场凶险 以后尽量不前他出去了 要换岳贵妃那种的 早就跪下谢恩了 可静飞却说 这不偏思不作作的态度 让梁帝更加眼前一亮 他又问静飞欲王咋样 静飞推脱了一番后 说出了贤王二字 这可不是谦虚啊 这是赤裸裸的捧杀呀 梁帝是个凉薄又作疑的人 他见不得别人风头盛 当初皇长子齐王被刺死 就是因为一个贤王的名头 现阶段太子势力 欲王如日中天 静飞这个贤王的评价 立马就出了梁帝的逆脸呀 这也为以后搬倒欲王 点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梁帝来指罗宫 越来越频繁 静飞每次都会在一番推脱后 三言两语扭转梁帝的态度 简易默化的就改变了 朝堂与后宫的局势 可在梁帝眼中 自己的乖乖静飞 欲试无证 每天只会摆弄药草 给自己养身子 朝堂的事一问三不知 能有什么坏心眼子呢 温水煮青蛙的局势 真是谁见谁迷糊呀 静飞从蛰伏到圣虫 利用静水流深的圈谋手段 把一手烂牌拟风翻盘 这样的女子生活图鉴 谁看了不得知乎一声佩服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宝子们还想看啥 在评论区里翻牌子呀 我们下期视频